Hello 大家好 我是汪哥 今天汪哥要讲述一个极其重口的惊悚电影《致命弯道2》 影片开始就出现一个极其恶心的画面 一妹子开车经过森林时狠狠撞上了突然出现的一个人 害怕的妹子小心翼翼上前观察她是否还活着 却不料被人劈成两半 原来他们就是常驻这片森林的食人组 因为几十年前造纸厂造成的化学污染 严重影响河流 导致引用河流的居民体制被改造成为畸形人 有着强悍的不死之身 除非用炸弹炸成碎片否则还会活过来 不知情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和演员来到这片森林 模拟末日拍摄最后的幸存者生存游戏 成为幸存的人可以获得一百万 六个人量两分组各自行动 摄像师跟着一组人 导演则去布置现场 就在那时食人组出现 将落单的人干掉 导演返回基地时 发现自己车子轮胎被扎破 在寻找犯人时 发现一个食人组 导演将刀刺进食人组的心脏 但食人组完全没事 就在那时 导演被另一食人组从背后袭击 带回老巢绑住 两妹子走进一个木屋后 目睹食人组生产 不小心被食人组发现 逃亡中一妹子遇难 同一时间 在河边日光玉的妹子也被杀害 成功逃脱的妹子 找到其他人并告知真相 逃亡中两人遇难 另两人遭埋伏被抓住 幸运的是 被抓住的导演成功逃脱 在路上遇上一老头 询问那些食人组的事情 老头在导演放下戒心时 袭击导演 却反被炸毁 之后导演便准备好武器 救出被抓的两个人 但自己却被杀害 在争斗中 两人成功将食人组 推进绞肉机逃出森林 但结尾显示的食人组婴儿 表明惨剧还将继续 影片血腥暴力的场面 令人恶心 血淋淋地冲击着 观众的视觉 实在不忍之事 喜欢汪哥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见